Hi, 我是陈老师 记得订阅、赞、分享这条影片 谢谢你 昨天Jody留言跟我说 突然想着我每天九点钟 连初一都会出片的那个时候 的确现在的我容易分心了 令我有点惭愧 尤其是最初一直追踪我这个频道的朋友 真的很感激他们 Jody出声我没理由不再做一集 不洗澡也要做 Fly还叫我 看到盗门很出气 可不可以找另一个软件 把背景清掉 其实每一部 每一部 就越减少我出片的动力 以前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 我穿着一件老坑的背心 短褲就可以录装了 现在你要想一下 今天我穿什么衣服 今天的状态如何 光线如何 你多了很多东西 有时一忙 就算了 今天不录了 我们之前在原始习惯的书里说过 如果我们可以将一些步骤 做得越简化 越方便 我们去启动 做这件事的动力就越高 其实现在对比我先前录装 已经方便了很多 因为我设好这些支架 所有东西都是用磁吸的 即是你一贴上去 就可以把电话贴在这里 不用夹来夹去 为什么你会看到我有四个咪 就是因为我录四种不同的东西 我就会用这些相应的咪 我就不用常常插来插去 揉来揉去 那些线 而那些灯的支架 所有东西都已经设好 都已经夹在我的书柜里 所以我开启动 它就可以有光 像这些咪 全部都是夹的 我一夹夹在这里 就可以用了 这个我随时随地拿起 就可以录到东西了 包括我现在录的这部 还有一大堆iPhone 这两部用来录音 虽然都是很旧的相机 但是我不同的地方 都会放一两部 都会有个咪 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无论在我的车里 背着背囊出街 我都可以随时随地 即兴而发地做到节目 但现在不行了 你要拍片真是麻烦 我是一个很讲效率的人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坚持 用电话来录音 和做第一次的剪片 这样省了我很多后期制作的时间 现在我出片少了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要拍片 现在困在一个地方 你只可以在这里拍摄 所以走盏位就少了很多 而且现在因为讲书讲得多 要准备资料的时间 是会长过以前的 以前那些东西 因为我已经沉淀了很多年 我是随口可以说的 甚至有时可以拿着一本书直接读 但现在你不能这样做 你现在看完书之后 将它的重点 挪裂好它 甚至乎你要写稿 这些多余的步骤 其实都蛮打扰到我 目前的生活状态 但幸好我还是喜欢做这件事 所以我还可以坚持到 但你说出片的频率 可不可以有以前那么高 就没办法保证到这件事 好了 说完一大堆的无谓东西之后 正式开始今集的内容 今集想跟大家说的这本书 是一个日本作家所写的书 叫做《毛》 就是最高的状态 在我看的时候 这本书是未有中文版的 因为我又不懂日文字 我会听少少 但又不懂字 之前跟大家说过 为什么我不懂日文字 但又会听少少 我是特意这样做 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十分之辛苦 要用翻译器 不断地翻译 后来我差不多看完 他就有中文版 有此理 其实跟我用翻译器看的内容 是差不多的 中文版我都有买回的 就是这本 它的中文版叫做《毛》 《生命的最佳状态》 《用科学的方法》 《消除痛苦与不安》 其实我很喜欢看一些不同文化的人 他们去对待佛学的概念 和道家的概念 他们是如何理解的 其实还有一本书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叫做《无遗》 是一个美国人寫的 这本书也是很棒的 还有装子的书 《收工解梦》 这些都是未完全看完 还有需要沉淀 除非《思考101》 《底层逻辑》 《人性的十八法则》 我看了几页就想跟大家分享之外 我一般是不会马上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你是需要有些时间去沉淀一下 在你的生活之中去体验一下 找到一些实例 有感而发才可以跟大家做节目 尤其是一些大的问题 例如说 《毛》 《无遗》 这些并不是三言两语 可以解释清楚的概念 所以我会留一段时间 看看什么时候的心潮澎湃 就跟大家说 今集就跟大家说 《无》就是最高的状态 首先我选择这本书的作者林木有 他自从16岁开始 每年都会看5000份科学文献 他是1976年出世 到现在为止 已经看了10万篇科学文献 网友帮他建了一个桌 这个桌叫做《日本第一文献宅男》 他就利用他看过的文献 雜誌和书去写作 而他自己也有一个blog 叫做《旧石器男子》 blog中介绍心理学的知识 健康和科学的身知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 暂在科学最潮流的人 我最喜欢一些涉猎面 这么广的人 因为你可以在他身上 学到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一起看这本书的结构 最章是《受苦》 第一章是《自我》 第二章是《虚寇》 第三章是《结界》 第四章是《恶法》 第五章是《神伏》 第六章是《无我》 中章是《智慧》 用科学的最新知识去探讨佛学 正不正? 我会找到几个章节 比较有趣和大家分享 正式开始讲这本书 Cornel University 也就是康内尔大学 曾经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说我们所担心的事情 有97%都是不会发生的 这个研究就是找一群男女 他们是受到焦虑症困扰 叫他们把他们所担心的事情 记录在一本书里面 你每天担心些什么 就写下些什么 最后再去查一下 究竟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 患有焦虑症的人所担心的事情 85%都是没有真正发生过 就算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其中79%的结果 都是比预期更好 而结果比预期更差的情况 只是占全体情况的3% 也就是说我们所担忧的事情 有97%都是几人休天 全世界有三成的人口 都会患焦虑症或抑鬱症 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就是容易精神疲劳 经常都会处于疲倦的状态 第二就是明明处于幸福的环境里面 但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感受不到幸福 第三个特征就是 明明自己不算是不幸的人 但总是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 第四对未来不会抱有任何期待 想逃离一切 第五容易因为其他人的无心说话而受伤 而且还会耿耿于怀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看看佛祖怎么说 佛陀在2008年曾经说过 众生皆苦 每个人天生都是消极和负面 所谓的苦包含空虚、不快乐 对人生不如意的事情 感觉到一种烦躁焦虑的感觉 这些都是人生的常态 无论我们过得怎么样好 你做你喜欢做的事 或多或少 你都会有些觉得无聊的感觉 你都会有些空虚 你都不会满足 就算那些看上来无忧无虑的人 他们的心底里 都会有一些苦闷的声音 而佛陀的观点 一早已经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它就是所谓的negative bias 负面偏误 我们面对越负面越消极的事情 它在我们脑内的记忆就会越深刻 相比起正面的信息 负面的信息更加容易影响到我们 举个例子 有一天你买六合彩 中了五万元 谁知道很开心我开一部车出街 出街的时候发现engin坏了 换个零件就要用你五万元 刚刚是遇到你中的钱 但你觉得哪一件事对你来说更加深刻呢? 究竟是中了五万元这件事 还是engin跪下了更加深刻呢? 又或者你有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明星 歌手也好 一旦你了解到它是什么丑闻之后 你连望它一眼都会觉得是嘔心的 就好像几年前pixar出的Coco 也就是玩转极乐园 那首主题曲是由许智安唱的 Remember me 但他跟黄生明那件事爆了出来之后 你就会觉得 喂 喂 认识了他 不要再听他唱歌了 包括他以前的那些成名作 什么烂泥 你都会有一种抗拒感 但其实你细心点想一下 他唱歌这件事和他的私生活 其实是两件侧然不同的事情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受到 negative bias的影响 我们将他唱歌这件事和他一些负面的消息 联系在一起 那就会有一种不适感 但如果你单纯 由唱歌这件事 唱功这件事去看许智安 其实他没有变差 他仍然都是以前的距离 而我们经常听那些classical music的音乐家 其实很多都是人渣 包括我经常看那些法学著作的名人 那些法学家 全部都是男人 全部的私生活都很不检点 甚至心理学的大师卡尔荣格 他都不是生活很检点的人 因为我们离他们当时的那个时代已经很远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负面消息 我们只会focus在他的学术 focus在他的造艺 他的艺术成就 也就是说如果许智安 他的音乐足够好的话 可能一百年之后 大家就会忘记了王心穎 只记得他曾经是一个歌手 还有就是一些官员 又或者是公司的一些高层 你平时觉得他的形象是很好的 但如果一旦他说了一些 所谓的政治不正确的不当的言论 那我们很自然就会和这个人保持距离 又或者你去开场说话 其实整个过程都是很顺利的 你可能只是说错了一句字 有一句说话说错了 那你就会对那句话那句字耿耿于怀 而忽略了你整个过程都是很好的 以我自己这个频道为例 其实绝大部分的留言都是正面的 可能一百条留言里面 有一至两条是负面的 那我只会记得那些负面的留言 那些赞我那些我就过去了 所以你说 有时正面的东西是多么廉价 负面的东西少少你就觉得很硬眼 很硬意 看新闻也是 你说的好东西其实是没人记得的 但是你说的那些坏东西 丑闻 假新闻 假消息 悲观东西 灾难 很快就会传到街之行文 可能你不会记得我这个频道有什么好 就是会记得我常常骂那些宗教人士 去串那些专业人士 笑点明星 必须无神说好色 说粗口 你不会记得其他东西 你只会记得这些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生理状态 因为有研究表示 三个月大的BB仔 就已经开始有这种负面的倾向 负面的刺激 会为我们带来强烈的反应 他在关键的时候 是可以救回我们的命 也就是说负面是我们的本能 是我们的天性 我们都是那些对负面的事件 很敏感的人类的后代 你想想在原始社会 在古代 如果你对负面的刺激不敏感 例如说 昨天早上 我们上山被老虎吓了 那你就会说 哎呀 很好玩啊 那只老虎 我明天再上山 接着你就死了 我们的祖先 就是那些会恐惧 会害怕的人 哇 有老虎在山 不要去啊 神经病 会死人的 所以就留一条命了 他才可以一代 一代地生你出来 有这些负面的倾向 负面的应激反应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他对我们是好事 但问题在于 人类比其他动物多了一件事 那就是自我意识 当这些负面倾向 负面的本能 好像你在街市买菜 搭一条冲 搭上你的自我意识 这样就会出事了 动物和人类 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异 就是那些动物 就算是黑猩猩也好 他们是不会用我们的自我意识 去加工痛苦 而人类是会夸大自己的痛苦 日本的京都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专门去研究一只 患了一只水盐 弄到半身不碎的黑猩猩 你想想 假如今天半身不碎 在床上移动都移动不了 不是黑猩猩 是我 是你 你会想些什么? 你会有些什么感受? 可能你会觉得绝望的 你可能会有抑郁的 是不是? 哎呀死了他算了 我已经是一个废人 尤其是当你想动的时候 你看着自己的脚 然后动都动不了 控制不了他的时候 你更加有一种无力感 你还会开始恨自己 用手势打自己 当有人推你到街上 散步曬太阳的时候 你见到别人 跟你一样 年轻摇摇 又可以打球 可以玩这样那样 而你不行 你又会更加痛恨自己 更加觉得自己生无可乱 你甚至乎还会开始怀疑你老婆 很怕你老婆会嫌弃你 跟老婆走 尤其是你在她面前赖尿的时候 搞得我好像真的经历过 半身不碎的黑猩猩 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他只是意识到自己的身体 是疼痛的 和平时会肚饿 他并没有担心其他事情 一年之内就可以站起床 过了三年就可以正常地走路 在她做复康训练的时候 她痛是会喊的 是会表现出很惨很痛苦的表情 这些和人类是一模一样的 肚饿的时候 亦都会表现出 和人类类似的表情 又或者是情感 但是 她唯一和人类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那只猩猩 是不会扩大自己的痛苦感 痛就痛 我不会把痛这件事 联想到我老婆跟老婆走 我痛就痛 走不了就走不了 我不会把她引伸到 我妒忌其他星星 可以跑跑滴滴 走不了就走不了 我不会看着天 哎呀 低了才来下雨 你不会想这些事情 难道连天都不喜欢我 肯定是佛陀不要我了 肯定是耶稣他不要我了 动物很快就可以恢复到原始的状态 因为她根本不会被这些情绪困扰 而人类就会因为她们的遭遇 她们的身体状态 她们现在的困境 而持续痛苦很多年 你想想 如果你家里的拉布拉多 被狗呐飞了 她会不会痛苦两三个月 茶饭不思 她不会的 她会找另一只狗呐 很快就 可能明天下街就会找另一只狗呐 又或者如果你家里有养开鸡的话 你拿了一只鸡去腌 那只鸡不会因为 哎呀 我腌了之后 以后不可以鸡蹄了 我没有了这个工作的能力 哎呀 好担心啊 以后怎么办啊 我以后不可以再令那些鸡可以生蛋 哎呀 有没有人嫌弃我 我睡不着觉 会不会是这样 你很少见到有动物会出现 慢性焦虑 抑屈 甚至是有精神病的案例 动物也是有情绪的 他们有时都会不开心的 但这种情绪 不会停留在他们的脑内太长时间 所以很少会屈到有病 你几何说见到一只猪有抑屈 或者一只牛有焦虑症 熟猪的朋友和熟牛的朋友 有可能有 但猪和牛就不会有 我们常见的情绪有什么类型 第一是愤怒 第二是焦虑 第三是悲痛 第四是孤独 这些情绪 在动物身上都有 你如果经常不陪狗 狗都会觉得自己孤独 主人死了 尤其是狗狗 他都会感受到那种悲伤 牛也会流眼泪 但动物不会被这些困扰 而人是会被这些困扰 佛学有一个概念叫做人生三苦 愿争惠 爱别离 求不得 和自己怨恨的人 憎恨的人 相遇 在一起 你又会不高兴 又会觉得痛苦 对吧 和自己相爱的人 别离 又会觉得痛苦 想要做一件事 很想得到一件事 得不到 又会觉得痛苦 这里就要引用到佛学中 神伏的概念 我们和动物都一样 如果你被人拿一支箭 刺中了 中了第一支箭 那大家都会痛 无论你和动物都会痛 你一定会有负面情绪 这些是自然反应来的 但是所谓的修行的人 和不修行的人 他们关系的区别是什么呢 修行的人和动物是一样的 是不会受到第二支箭的痛苦 而普通人是会的 他们很快就可以恢复到原始状态 中了中了 那就由他中了 痛完就算了 你无必要去假想其他未来的痛苦 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因为那些事是未发生的 那你为什么要去想它 被人刺中了一些箭 你要把箭出来 要敷药 要康复 要做一些伏康的治疗 这些痛苦 你必须要硬吃 你就必须要忍受 要接受 而第二支箭是什么呢 第二支箭 就是你心灵的那种痛苦 你会开始问自己 我为什么要经历这样的痛苦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经历这些痛苦的人 是我 不是你 不是其他人 为什么要是我 我以后有什么依靠 我要怎么继续生存下去 我要怎么生活下去 我可能会连累到我的家人 我要别人照顾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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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事情你都会想 这一支就是我们中完第一支箭之后 出现的第二支箭 但是动物和修行的人 他们是不会再中这支箭 他们只会中第一支箭 你会发现第二支箭的根源 其实是源自于第一支箭的延伸 而这种延伸很大程度 都是基于我们的想像 是你的假想 它根本没有发生过 未发生 你怎么知道人家一定会嫌弃你 你怎么知道你老婆真的会跟老婆走 是吧 你怎么知道你以后会好不回 你怎么知道你老板一定会解释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想的 哪怕你老板真的解释 其实他也是单独的一支箭 那你又当中了一支新的箭 那你解释了 解释了 解释了便找第二份 动物和修行的人 他们会把这些箭 每次都当成第一支箭 他不会延伸到第二支箭 他不会把两件事关联在一起 就算他们有关联都好 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独立的事件 而普通人最喜欢就是联想 就算这件事毫无因果关系 我们都会把它联想在一起 你老板在你逼了的时候 炒你真的因为你逼吗 可能是其他原因 是吧 但你就很理想当然 把你逼的这件事 和老板炒你联系在一起 那你便会痛苦 是吧 可能是因为你在逼了的时候 被你老板炒了 很多时候 我们这些所谓的痛苦 和我们的自我是有关的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是保持一致的 如果我们可以淡化自我 那我们生活之中 就不会感觉到 有那么强烈的痛苦感 自我 它最强烈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构足现实 什么意思 即是我们以为的现实 其实它并不是现实 我们听到这里好像 说什么 我听到什么 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自我 是会不断地去作故事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早上你上班的时候 首先我们的自我 我们的脑 会去构足一个理想的版本 根据你过往的经历 去构足一个你认为合理的版本 例如说 我应该在7点起床 然后去多士卢 弄两块面包 然后煎一块蛋 吃完之后 出门口 然后下楼下坐车 然后9点回到公司 这个就是你在脑内 预测的故事版本 如果整个故事真的这样进行 真的这样进行 那是不会有事发生的 那你这个组组会很平淡 但是一旦你所遇到的事情 和你所扣上的版本 有些出入 甚至乎是有些不太顺 有些卡位 那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 我们的大脑 每一秒都在compare 你遇到的这件事 和你预想的这件事之间 有没有出入 一旦有出入 你就会有反应 在你预想之中 你的多屎炉 应该是可以 烘到两块面包 但是 烘不到 神了 烘焦了 或者是一边烘到 一边烘不到 那因为这个障碍 你的大脑 就会重新 去预想 一个新的情节出来 例如 我今天没有做饭吃了 我肯定要 挨肚饿 挨多一周 死火了 但其实你怎么会没有做饭吃呢 你的多屎炉 不看面包 直接吃 可以吗 那你还可以煎蛋 再不是下楼买 也可以 好 诸事不顺之后 终于要出门口 出去了 发现 忘记带手机 忘记带手机 搞这搞脑 那你脑里面 又会扣出一个新的未来 哎呀 我等着肯定会迟到 死了 我会迟到 其实你想想 你开门去拿回抽锁匙 拿回电话 是真的影响了你很长时间吗 是真的导致你迟到的原因吗 你迟到可能是因为你早上 晚了起床 才搞得这么赶 对不对 下楼 那巴士刚刚走 赶不及 那你又会去对比 你原先扣的版本 就是你可以顺利上到巴士的版本 那你又会觉得 世界不公平 你会觉得 天欺负你 天心对你 对不对 这件事和打球先来下雨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你在心里面 预设了打球是一定不下雨的 你才会觉得打球先来下雨是有问题的 其实打球的时候下雨 它是经常都会发生的 它只不过不是你希望它发生的 那个版本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不是活在当下的状态 我们是活在我们 希望的那个版本的世界里面 我们希望 我们早上烘面包的时候 的多屎炉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烘得漂亮的 是刚好好的 我们希望出街的时候 是会记得带手机的 是会记得带锁匙的 是正常的 到街上等巴士的时候 巴士是刚刚来到的 然后最好隔离的那个 还要是个美女 是不是 回到公司 刚刚好搭正时间进去 不会迟到 可以正常拍卡进去 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 我们的大脑 所构筑出来的 那个虚异的世界里面 你更想生活在 那个虚异的世界里面 不想有任何的变化 或者是不一致 我们大脑的这种构筑 和他对我们的构筑之间 和现实之间的这种比较 他用一秒钟的时间都不用 就会完成的了 其实你细心想一下 你每天由睡醒到上班 每一件事 它都是一件随机事件 只不过是我们 理所当然认为 它应该按照 某一种这样的方式 发生它才是正确的 我们是预设了它是正确的 所以才会有这种期待 而当你有期待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痛苦 尤其是当这种期待 和现实有出入的时候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步 你要意识到 我们的大脑 是懂得作故事的 这样是可以帮助我们 将我们所作的故事 和现实分离出来 第二 就是我们要将每一件事 都当成是单一事件 和概率事件 例如说 你面包机坏了 和你忘记带锁匙 忘记带手机 升降机坏了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是两件事 三件事 四件事 他们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就算你赶不到巴士 迟到也好 你都未必一定会被老闹 老闹可能会骂你 可能不会骂你 我们不需要 习惯性地 将一些外部的变化 视为和自己相关的事情 其实你想想 就算你不迟到 你老闆也有可能会骂你 对不对 就算升降机不坏 你电话记得拿 你抽锁匙记得拿 那巴士也有可能 会早来 跟着走 这种思维模式 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第一支箭射中了自己 面对现实 医护好它 不要去假想 第二支箭射中你 具体要怎么做 这本书里教了你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有效地去避免陷入这种思考状态 首先你要意识到 其实这些所谓的痛苦 未来的痛苦 都是你假想出来的 它并不是真的 意识到它不是真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它发生了 我们要给一些时间 我们身体内的化学物质 自然地去降低它的应激水平 当它这个浓度降低了之后 我们就会恢复自然的状态 每一种情绪都是因为 体内的化学物质忽然之间分泌出来而产生 而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短的 只要你可以熬过那段时间 那这种情绪就不会影响到你了 例如在愤怒 你出街上有个人骂你 或者在网上有个人骂你 那我们的大佬就会释放肾上腺素 和甲肾上腺素 令到我们进入战斗模式 我们平时说冲动是魔鬼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顺着这种情绪去打人 骂他 那你这种愤怒的情绪 就会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其实前六秒是最关键的 只要我们可以按住自己六秒 那我们的钱压业 就会支配我们的大佬 理性就会佔主导 不是你的生物本能佔主导权 大佬的钱压业皮层 就会开始抑制边缘系统 我们的理性思维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你就会意识到 我其实不可以打他 我打他可能会被人拘捕 我可能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你还是很生气的 因为你的去甲肾腎上腺素 和腎上腺素 仍然在你的体内 还在你的血液里面 你要等15分钟 他才会逐渐消退 他才会慢慢降低浓度 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不要冲动 希望自己的愤怒 不要影响到自己 那你每次当你想生气的时候 你要记住提醒自己 15分钟之后 我就不会再生气了 而我现在的生气 是因为我的腎上腺素 和去甲腎上腺素的影响 令到我生气 其实我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生气 当你可以用理性的角度 按住自己 再等15分钟 让腎上腺素 那些神经第七 减退了之后 生气都没有了 有什么好生气呢 你爸爸说粗口骂你 你妈说粗口骂你 你姨妈说粗口骂你 街边有个人说粗口骂你 陈老师说粗口骂你 也好 忍他六秒 忍他六秒 真是忍他六秒 那就没事了 你就不会太生气了 15分钟之后 你就和他变成好朋友 又可以揽头揽脚 巴士、阿叔 也可以做朋友 巴士、阿叔 就是前六秒忍不住 搞到这样 这些这样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 避免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我们的精力 也可以减少我们的那种痛苦感 那种二次痛苦感的产生 因为人类的情绪是很复杂的 你可能冲动打完人之后 骂人之后 那一刻你就会后悔了 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我这么差 这个人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多鬼鱼 你开球的时候不做 那后面的东西就不会产生 对吧 同一道理 这个方法也可以控制多巴胺的产生 多巴胺 其实就像MEDUSA 它是蛇妖 看起来好像很棒 但当你看着它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石头 你就会糟糕 所以在我们面对誘惑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会去控制多巴胺 如果你可以控制多巴胺对身体的影响 那你就可以对抗誘惑了 多巴胺的分泌和影响我们的判断的持续时间 是十分钟 如果十一哥 当初可以控制这十分钟 就不会搞到今时今日这样的样子 当你减肥的时候 看到美食 当你已经是一个公众人位的时候 已经是结婚的情况下 看到很漂亮的美女 很sexy的美女 还要誘惑你的美女 那你怎样可以把持得住呢? 就是这十分钟 都是一样的 用六秒 让你的前压液激活了你的理性 然后再找个办法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转移够十分钟 让这种多巴胺的分泌水平 它的浓度降低到正常的水平 你就不会再被这件事有惑 我经常都说 男人最容易衰在什么手上 衰在色色手上 衰色是一种天性 但你不可以因为色色而误你的大事 不可以因为色色而影响你的决策 或者令你自己陷入险境 身败名裂 你要和自己说 我可以色色 但我不可以色色而冒险 这本书教了你一个方法 就是说 当你面对多巴胺的誘惑的时候 去玩俄罗斯方法 玩够十分钟 然后你就不会被他影响到 你全程投入很认真地 玩三分钟俄罗斯方法 足以分散你的注意力 坚持足够十分钟 什么女人都无法引诱你 什么美食 蛋糕 可乐 都无法令你肥 刚才那部电话已经没电 又换了一部 你看看颜色就马上变了 我们就说一本书 我们之前说过一系列的 《身心灵》的著作 尤其是《当下的力量》 这本书都有提到这一点 就是动物或修行的人 更容易进入当下的状态 他不会想太多未来发生的事情 几乎不会深思过去或未来 他们只会专注于眼前的这个世界 所以他们能够保持平静 但为什么人类不行? 我们看过当下的力量 看了第二本 看了很多人说 听了很多东西 我们也知道应该活在当下 但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们之前说过 和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的 它是我们的一种本能 其实我们一样可以用先前的方法 例如当我们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 觉得羞愧 当我们明知道我们这样做 是会后悔 但我们都抑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做了某一件事 或者觉得我们现在的状态很差很失败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需要受到惩罚 无论你想什么都好 这些内耗的事情 whatever 你想到什么都好 全部都是情绪来的 无论它所带出来的是 愤怒、自责、愧疚、哀伤、恐惧 它都是情绪来的 只要是情绪 它就和你身体的化学物质有关 你甚至乎不需要知道 这些化学物质是什么名字 不重要 关键的就是 它只不过是化学物质 你就静静地等它消退 让它降低到原先的水平 这样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加强它 不要不断想 如果你不断想的话 它便会不断地分泌 不断地分泌 你便会越来越痛苦 越想越多 它的浓度便会越来越高 你便会常常处于那种 很不开心的状态 怎么办呢? 玩俄罗斯方法 转移注意力 3分钟启动 10分钟搞定 不要去comment你自己的情绪 你让它自然地流动 你有它过 有它生气 有它哀伤 你想哭一路哭 想着玩俄罗斯方法 等它过去便没事了 当我们面对身体的不适 内心的不安 内心的情绪 如果我们都可以试下 用这种局外人的态度 去观察它 不去comment它 时间一长 我们的大佬 就不会习惯性地 将我们的心理和生理的变化 归咎在我们的自我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不会再中第二支箭 第一支箭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你出街 也有可能会踩糞 踩了糞 你便会承认 擦干净它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我们防止自己再中第二支箭 而第二支箭 就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自我 自己构想出来的 自己想出来的 也认识了那句言语 世间本无事 容人自妖之 其实只要我们理性地去看待 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我们用神伏的态度去接纳这些事情 我们的大佬就不会不断作故事 不断扣足未来 你就真的可以活在当下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简单 它是需要不断地去练习的 我其实觉得是简单的 因为我其实基本上 我已经可以做到这一件事了 但我是一个过来人 我深知道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容易 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以前也会想很多东西 会扣上很多东西 会去做最坏的打算 对不对 而且我的性格是内向的 我会有很多批判 很多反对自己的声音 很多的价值的判断 而现在这些事情都没有了 那你就会忽然之间觉得 哇 全静了 是真的耳根清静 你的脑子少了很多自己 骂自己 少了很多奇奇怪奇怪的想法 少了很多的幻想 少了很多的怨恨 少了很多的期待 那你个人真是开心的 你是真的马上会变得开心的 其实也认了这本书的主题 无就是最高的状态 你没有了你那种自我 你的大脑里面是一种虚无的状态 你是不会有什么设想 不会有什么期待 是一种完全是空的状态 其实你是不会有烦恼的 你有什么烦恼 什么都没有 不代表你真的会什么都没有 反而你是会什么都有 这个概念 其实真的很难解释 你可以当这种无的状态 是一个黑洞 黑洞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它的力量是足以吸引什么都来你身边 你要清空了你的情绪 清空了你的大脑 清空了你的所有的 那些无那位的想法 当它变成是一个空置的状态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无限的状态 它就是一个无敌的状态 它就是一个最高的状态 它就可以吸引这个世间上所有的东西 你就连太阳都可以吞 是真的 我知道讲是简单的 但是你要真的做到它 是需要些时间的 我现在这样讲 就相当于一个懂游泳的人 站在岸边笑一个刚刚学着游泳的人 搞错啊 踩水都不懂啊? 换气都不懂啊? 自由式都不懂啊? 其实是没意义的 但是当你学懂游泳的时候 你不会再去刻意地去学踩水 刻意地去学泳脂 因为你已经懂游泳了 你很难可以描述给别人听 你究竟是怎样学悉的 我都不知道是怎样学悉的 但是无端端就学悉了 就是不知为什么突然有一天就学悉了 这种无的状态也是一样的 你很难去解释究竟你是哪个时间节点 领悟到这一样东西 学悉了这一样东西 或者达到了这一种程度 但是你就是无端端就达到了这一种程度 我不知道按照这本书的方式去练习行不行 因为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样做到的 但是我觉得他所说的这些方法 和我所领悟到的东西是类似的 你就是不再留言你内心里面的想法 你已经对他没有意见了 他想什么你都OK 你就想咯 都可以的 我都包容你可以这样想 有些什么念头情绪出现 你都由他自然流过 你又不会捉住他 又不会去怒他 又不会去怒恨他 又不会去怒恨他 由他过 然后真的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你慢慢已经习惯了他 是有的了 是有这些念头的了 是色情的了 你是会妒忌别人的 是会怒恨别人的 你慢慢把它变成是常态之后 你就会有一种深深的理解 你会越来越接纳你自己 你会越来越接纳你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而当你接纳你自己不完美的时候 你就已经近乎完美了 就如同这本书所说的 我们很多所谓的情绪 它都只不过是一种生理机制 它是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我们 只要我们能够令到一些这样的化学物质 对我们身体的那种应激的水平 越来越弱 就算它浓度很高的时候 我们都不为所动 那你就自然达到那种很平静的状态 再多的多巴胺 再多的腎上腺素 你都好像如如不动 你都好像是世事都被你看透 你不会再那么敏感 你会对多巴胺 对腎上腺素 对其他whatever 什么情绪都好 你不再敏感 你就是知道 那就是那些东西 又是那些东西 你都见怪不怪 那你很自然就会去到那种无的状态 我没有办法可以很完整地解释到无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体会到无是什么 我也都体会到为什么无是一种幸福 是一种愉悦 因为一样东西就算它有 它没有 它出现它不出现 其实对我都没有影响 那还谈何幸福呢 还谈何悲哀呢 还谈何悲哀呢 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到我了 你不用替光你的三千烦恼 你都不会有烦恼 如果你还执着一些很具体的事情 那还未达到无的这种状态 你说无的这种状态 它是不是一种恨狗的状态呢 我又觉得不是的 又或者可能我还没做到 我是可以无的 亦都可以不无的 你明白吗 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切换的状态 我可以有各种情绪 可以体会各种的事情 我想各种的事情 如果我想悲哀的时候 我就会代入有的状态 我不是说不可以悲哀 悲哀也是一种挺有趣的情感来的 当我想悲哀的时候 我可以进入悲哀的状态 可以雙春悲秋 可以哭 可以淋漓尽致地哭得很痛快 可以悲哀到很开心 而当我不想体验的时候 我就可以变成一种 好像没有联网那样的状态 就好像断了WiFi那样的状态 它和冷漠是有些不同的 但它也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种慈悲 不是 不是那些事情 慈悲是一种怜悯来的 而无是连这一样东西都没有了 你是不会有意见的 你看到它苦难 你是不会有意见的 你看到它享福 你也不会有意见的 但如果你想堕入怜悯和慈悲 都没问题的 你觉得这样好玩 你希望这样做 你可以堕入去 但它绝对不是无的状态 它是有的状态 但你也可以随时抽离出来 变成无的状态 你也可以由无的状态 切换去到恶的状态 你可以做坏事 你可以很黑心 你可以开人 其实它也是一种体验 它和慈悲和怜悯 其实是一致的事情 当你在所谓有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分 究竟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坏的 但当你去到无的状态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区分这些情感 甚至乎 你可以说 在那种状态里面 你是不会有情感的 你是一种断了Wi-Fi的状态 断了Wi-Fi之后 这个世界怎么转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再关心 你都觉得无所谓 你就会随着它 就像你在海上 然后船没有动力 你就随着它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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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去哪里有什么所谓 你就是在飘下 那就是一种无的状态 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就是它是用科学的角度 去禅述佛学的这一样东西 而这一件事 其实是很少人这样做的 通常一说到 这些和宗教有关 或者是佛学有关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会抽离 我们很现实的东西 而去谈论到一些很虚无的东西 而这些虚无的东西 是往往是很难描述的 很难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 如果我们可以借助一些 科学的实验 一些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可以去解释到这一件事 那我就觉得 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亦都是这本书 我为什么开始的时候 没有中文版 我都要费尽心思去看它的原因之一 而年几两年之后 我再 就是今天 再讲回这本书 我觉得我对它的理解 也是深入了 亦都是可以 帮我将我以前的一些概念 和它这本书的内容 更加可以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十分之不错的 好了 那今集的时间 就来到这里 差不多了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资讯 帮到你的话 记得subscribe这个channel like和share这条片 按下一个钟仔去 加入会员频道 或者使用超级感谢 赞助一下我的制作 我是陈老师 说不定了 我们明天会再见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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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